伴着清晨的阳光 伴着愉快的心情 新的一天也将是新的开始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习俗 爱情让两个异国恋人 在相恋八年之后 今天终成眷属 换上了礼服的京晨 此刻正在想象着 穿上婚纱的阴墨会是什么样子 他又将穿上什么样的婚纱呢 之前试过的三套婚纱 非常的漂亮 编我也非常的喜欢 可是他不希望 在婚纱上有过多的花费 于是我就联系到我的好朋友 著名婚纱设计师清化 从他那里 为他租借到一套 非常漂亮 而且又很适合他的婚纱 那么在这里 我也想给准信人们 一个小提示 如果你们在婚后 没有收藏婚纱的打算的话 那么租借婚纱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选择预理比较大 而且成本又会很低 对 但是我们最终 还是戴越老师 也是给我的惊喜 在台湾 就是给我一个 订了一个特别美的婚纱 我非常满意 真的 在接亲环节 新娘通常会选择一个 稍微简单的婚纱 作为自己的出门纱 出门纱 可以是任何新娘喜欢的颜色 燕沃今天就特别挑选了 一条红色的出门纱 在她心里 红色就是中国的颜色 而她今天也将成为 中国的媳妇 最终看到她穿了婚纱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让我眼前一亮 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一样的事情 过去 你看 在这里我当然同样要感谢燕窝的家人 尤其感谢燕窝的奶奶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艾玛的教育 杨逊之恩 不过从今天起你们可以放心 我会代替你们好好照顾燕窝 我会一定让你们放心 让你们相信我能把她照顾好 当然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身边美丽的新娘 老爸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一直用心地宠着你保护你照顾你 让你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最后我和燕窝要在这里再次真心地感谢 所有来参加我婚礼的来宾 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份新婚的喜悦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借此这样的一个机会 要跟奶奶 新娘的奶奶 爸爸妈妈和家人说 新娘她虽然出嫁了 但是她没有离开你们 因为她来到北京 一样跟你们一样充满爱的家庭里面 在我的心中今天这一场的典礼 不仅是景成跟Emma的结婚大典 也是两个充满爱的家庭的结婚 完美婚礼 莫过于有家人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和牵手一个对的人 两个人相拥承诺一生 让周围弥漫了浓浓的爱意 真正的爱情跨越国界 京城和燕沃或许被曾经的距离考验 但从此以后 时间会把过往都酿成滴滴醇香的美酒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被创作